你好 欢迎收看3月20号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陆宇慧 位在花莲市明里国小对面的日式数色建筑 推测是新建于1926年 在2018年被登陆成为历史建筑 身为主管机关的花莲市公所 去年就开始进行修复再利用计划调查 历经一年时间20号上午举行的成果说明会 市长魏嘉贤期盼未来可以串联周边的日式建筑 成为花莲市区历史文化廊道 位在花莲市明里国小对面的日式数色建筑 是花莲市明里国小的前身 花莲港工学校时任校长居住的官社 推测是新建在1926年 在2018年被登陆为历史建筑 身为主管机关的花莲市公所 从去年开始进行修复与再利用的计划调查 经过一年时间20号上午举办了成果说明会 在很多校长宿舍里面 例如说花农的校长宿舍 它其实就不是所谓的校长宿舍 因为它一开始就是某位日本人的家 那这个明里国小校长宿舍 除了明里这两个字是从花莲工学校来的以外 那它本身的功能其实从头到尾都是校长宿舍 所以这个是我们觉得第一个它最特别的地方 建筑物不只是历史的保存 它更重要是可以带给我们下一代的文化传承 那再来尤其它又是跟我们的教育息息相关 我们真的很希望就是它接下来的运用 可以倾向于人物的空间 或是变成不只是明里国小 而是整个花莲市的国民教育 初恋教育孩子的一个社会学习教师 市长温嘉贤表示 期盼未来可以串联周边的日式建筑 活化管设成为花莲市区的历史文化廊道 明里国小是花莲非常重要的一个学校 那它的校长宿舍更是有百年以上的历史 刚好也是花莲市公所的一个财产 对于花莲市公所来讲 这无旁贷必须有要把它修复的一个决心 所以我们也之前也报了相关的一个调研计划 那今天调研计划也做相关的一个成果呈现 我们希望能够透过这个调研计划 继续向文化部来申请相关的一个修缮经费 未来可以成为花莲市非常重要的一个资产跟资源 那我们也希望说把这几个老建筑物能够串接起来 真的让大家了解到过去的花莲跟现在的花莲 有什么样的改变跟不同 相对的他们也经历过非常多的一个 灾害 那也见证过政治文化经济的一个历史 希望每一个人都能够共同来维护它 爱惜它 我们花莲市公所会全力争取相关的预算 来修缮它 市长维加贤希望可以透过这次说明会 广纳多方的意见 汇集大家对校长述事的历史记忆和想法 整理出历史文献和图说 详实记录在研调计划当中 为历史留下见证 让未来办理修复工程时可以呈现出日式木造建筑的原有风貌 让文化资产价值充分展现 据许立群华联士报道